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用点grass and butter 就炒丝的黄油 也会有很多haters 就很多人想打我下来 想说我不行 我也不会理这些负面的评论或者说谎 我就靠实力 靠我的能力去说话 就是一天 今天是个周三 上午是球局 昨天你看我嘴唇 防守的时候给人弄了一下 因为我防的球 他可能不耐烦了 然后就各种的多余动作 我就是像我那样的正常防守 可能让他不舒服吧 这可能是防守有时候的一个代价 我很欢迎 I'm that's a price I'm willing to pay because I'm getting better games don't stop I don't mind it 就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 或者摔地上或者什么的 决定了你要做防守这件事 就是像我这样的防守 这种东西会发生的 我暂时还没有带mouth guard 就是护嘴的 以后可能是个说法 因为我防守很积极 我暂时还没有考虑到那 在这每天进步 今天就继续分享 今天是7月底 最后一天7月31号 进步不能停 Let's go 附近 走 看了 刚刚睡完个小觉 25分钟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在这边晒会儿太阳 当然晒的时候我会遮住脸 现在太阳在我头顶 所以我戴着这个帽子基本上没有问题 阳光会真的射到脸的话 我也会擦防晒 我的脸总是会保护好 特别是如果去海滩啊 我肯定会擦防晒 我现在皮肤已经很适应了 对我来说这个很舒服 然后也会帮我提神对身体健康的一个习惯 早晨起床以后会接触点阳光 能晒一下身体呢当然最好 下午再晒一会儿 对我来说这是每天很喜欢做的一件事 有时候在太阳底下剪一下视频啊 有时候会读尾书 之前都分享过 我觉得阳光首先你饮食啊 也挺重要的 减少植物油 国内大部分地方都是用植物油 就花生油啊 大豆油什么的 这些东西吃多了 首先对你身体不好 然后也会产生一种 跟太阳可能吸收的没那么好 就容易晒伤 这其实他们之前研究过 有见过这些现象 你如果把这些不好的油去除 就不吃的话 用橄榄油啊 黄油 草丝黄油 grass fed butter 牛油也可以 猪油也可以 可是我宁可你用牛油 英文叫beef tallow 还有一种是叫ghee ghee 是一种澄清的黄油 印度人那用的比较多 可是用grass fed butter 其实就可以 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吃奶制品 我觉得对身体不太好 黄油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反正说那么多 就是想说太阳 其实对身体挺好的 你如果一开始不适应 就像训练一样 你得慢慢积累 别一下子就大太阳的时候 大中午头去晒它几个小时 你肯定会晒伤 就可能是先从上午或者傍晚 太阳快下山了 你时候你去晒一会儿 或者接触一下太阳 慢慢积累时间 以后你的身体也会慢慢变得更健康 晒多也可以擦一下皮肤 就是晚上擦一点lotion 特别是擦脸 肩膀啊 或者腿 你觉得如果皮肤比较干的话 我现在 有点大红袍 然后每天早晨冲一大壶 一二三泡的 第三泡还泡时间长一点 所以一大壶 然后上午会喝不少 下午就是睡完小觉 以后再喝一点提神 一会儿要练力量 How you feel I'm okay It's good to be here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while I'm okay I haven't seen you 我觉得你身体的东西 比球场的重要 上午球场训练练完了 准备去吃点东西 经常去这个耳丸 叫sub noodle bar 是个越南河粉 那有个牛骨 非常好 然后那汤也不错 是一些骨头汤 我平常香港家里面 每天喝骨头汤 这儿没得喝 能够喝点骨头汤 挺舒服的 这儿也能河粉 无限的甜加 所以一般会好好补充 因为我这段时间 也想增重量 主食碳水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我还是早餐 也不吃主食 只是中午晚上 如果一个人想减脂肪的话 我会建议他们 白天都不要吃主食 就中午那顿也别吃主食 每一餐高大卖位置 先不多说了 现在开车进步不能停 那是个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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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们已经成功了 我们已经成功了 我能够吃辣椒吗 我能够吃辣椒 我没关系 蚂蚂蚂 蚂蚂蚂蚂蚂 现在在做早餐 最近早晨主要是用这种 就已经碎好的肉 因为这样做得比较快 方便 就这几天都没有做牛排 首先用的油很重要 用一点橄榄油 会用点grassed butter 就炒湿的黄油 肉差不多了 我就再把鸡蛋打进去 我一般会再煮三个鸡蛋 就是下午可以当个很小的小时 吃一下 这是我基本上早晨做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在H Mart 美国的一个亚洲市场 买一些泡菜 上面写着No Amestreet 所以应该会好一点 我喜欢放在早餐里面就吃一点 然后我一般早餐就在厨房站出去 或者我在凉台上下入菜 加一点点坚果 我一般早餐就是首先高蛋白 我早餐那一段不吃主食 带点健康脂肪 可能这些东西我之前分享过 可是我可能过几天再发个视频 就是我一天的饮食 就为什么我做什么东西 反正早餐就是高蛋白 一点健康脂肪 不会吃主食 我早餐从来不吃主食 可能在家有蓝莓和大红袍 这基本上是我早餐的一个营养 泡菜啊这样的就没问题 这也是帮助肠胃 不说了 I'm going to enjoy my breakfast 3 reps and then after the three reps you're going to rest like 15 seconds and you're going to take all the weight off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do one like body weight set to failure so you might get like three to five like aim for like five a lot of reps don't know let's take the weight off and we're obsessed rest like actually you already rest one more breath I mean you rested taking the weight off bro fight it d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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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control all right hang there for 10 seconds 现在塞着车可以聊一会儿 今天上午变力量了 今天就不摸球了 我喜欢一周一天就是不摸球 也不是一定吧 好一段时间就是在香港 经常就一周七天也会球场训练 有时候一天不摸球对我来说是个神经缓冲 接触篮球那么多 每天每天 有一天不摸球 觉得也是种舒服的感觉 幸福 我几乎每天都喜欢练身体 球场就可能七天会有一天不摸球这样的 刚才去J-Law就是训练师去他家拿一下哑铃 因为明天在他球馆做训练班 防守训练班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做 也会是第一次用英文全程的去分享 会是个很不错的一个分享和经验 TakingDefense Worldwide It's great 其实现在没有人在这样的教防守 我知道这一点 我自己本身是一直在做这些东西 一直自己也在提高防守 这对我来说是个很自然的想做的东西 J-Law也知道 然后他也见到我这七年 我上次见到他是2017年 他见到我的变化 他有点觉得很神奇 也有点惊讶 就好的惊讶 因为我确实就是自己练出来 他说你这个故事 就是包括我把所有的训练 所有做的东西都记录下来 所以这一点就是他觉得很厉害 他也相信我能实现我的目标 他也很支持 他也见到我能做到 他知道我防守可能让进攻拳失误 不得劲 反正他就见到我的防守能做到的东西 现在非常认可我 也支持我 也相信我能以后做到的东西 最主要是我也相信 现在越来越多人会相信 我到了这个门卡 也会有很多Haters 就很多人想打我下来 想说我不行 可是呢 极大部分人是相信我能做到 我也不会理这些负面的评论或者说法 因为我就靠实力 靠我的能力去说话 到时候我越厉害了 想我不好的人 有些人可能会变成我的支持的人 然后有些人就会没话可说 然后甚至更多他会就有点服了 会有这样的情况 继续加油吧 刚才在他家外面聊了半天 他要准备去澳洲一个月 练Dyson Daniel和Josh Giddy 就是澳洲NBA那些球员 他是他们训练师吗 他们请他过去跟他们练 将近一个月 所以他说他不在的时候 我可以多在他的球馆做东西 现在准备开车去海滩 下午就晒过太阳 买了两本书 海滩上可以读一本书 有时候早晨读书 可是平常训练日的时候 就没有太多时间的 去读太多 有时候周末休息日 是我放松时间就喜欢读会书 刚才Giddy了还聊到 就是我现在 我不是跟他说我的目标 他也知道 我说第二个目标 就是帮助下一代的年轻人 最有条件的圈 打进NBA WNBA 他就非常非常赞同 然后他也说 我现在做的就会 完全打开这个门了 我就以后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因为自己做到了 我就是分享了我怎么去做到 我这些方法 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 我让进步是最好的说服力 我就会继续 是Newport Beach 我这附近我去过最喜欢的一个海滩 就很舒服 like feels very natural 还有个Laguna Laguna Beach 去过几次 还是比较喜欢Newport it's very peaceful 现在这周日 刚才做完防守训练吧 自己没进步 就有点不得劲 先不吃东西了 就直接练 先量个力量 下午就休息了 明天周一再继续训练 Jogin Donc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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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到房间了 选一些背景音乐 放在下一个Vlog就准备休息了 对明天继续训练 我哪怕如果一周有一天不投篮 或者球场训练 我也想练身体 我想增强我身体素质 我几乎每天都会在为我身体 做一些东西 Game some stuff 晚安